科学家在南极数千米冰层下挖出了一个未知生命体 全身被厚厚的悬冰锁覆盖 隐约可见内部一团黑色的物体藏意其中 那到底是什么 科学家大山对此非常好奇 近距离观察时发现冰块融化速度易于寻常 照此下去 要不了多久里面的东西就将重见天日 他好奇地把手贴了上去 但就在接触到冰块的一瞬间 脑中就像放电影一样闪布无数画面 吓得他赶紧收回了手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个物体还会对外发射电磁信号 他们把拦截的信号转化成音频后一听 竟然是一种语言 但是没人能听懂内容到底是什么 只能慢慢破译 这天半夜 大山被一阵声响吵醒 一个飞影从波道闪过 刚想跟过去查看 脚下却传来一阵冰凉 地上竟然全是水 可就在这时突然地动山摇 来到实验室一看 神秘物体已经显露了真身 那是一个表面凹凸不平的黑色物体 尾部还有一块一块的白色斑点 像是一个还没孵化的巨蛋 突然有人好奇地想伸手去摸 但却被物体上发出的电流击中 电麻了整个手臂 此时大山看出神秘物体的材质 不像是地球上有的 而且外星怪异 再从他向外发送信号的行为来判断 这东西应该是外星人的逃生舱 而发送的信号则是求救信号 想到这里大山突然来了灵感 他快速回到电脑前 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破译信号内容 与此同时 另外的科学家们也对神秘物体展开了邻居 他们先用电线把神秘物体上的电流释放 然后拿起切割机 就开始一顿猛火操作 顿时火花四箭 电脑前的大山此时也进展迅速 满屏的一盒灵逐渐变成了英文字母 最后慢慢排列组合形成了一句话 竟然是警告他们不要打开 意识到不对的大山迅速跑去阻止中文 但为时已晚 就在切开神秘物体的一瞬间 里面发出一阵强光 切割的人则惨叫着由内而外化成了浓水 紧接着就是一阵爆炸 整个基地也因此停电 等烟尘散尽后再看神秘物体 里面有个粉嘟嘟的物质 好奇地用棍子戳了戳 没想到表面的粉色就开始融化 不久后 一张恐怖的外星生物脸就露了出来 科学家们刚刚打开了冰封千年的神秘物体 没想到下一秒金发妹就蹊跷流血油面外融化在了地上 还没等众人搞清楚怎么回事 又有更多的人开始融化 不一会儿时间 二十多人的科考站就只剩下七个人了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不知所措 就在他们商量对策时 外星人突然睁开了眼 而下一秒大山就发现外星人不见了 意识到有危险 他们赶紧打着手电抱团寻找 凭借着主角光环 大山很快发现了外星人的藏匿点 他轻轻放下手电 示意自己没有恶意 外星人似乎理解了他的意思 慢慢从掩体后伸出了爪子 而那怪爪静止伸向了手电光里 电池几秒就被吸干了 大山不明白他要干嘛 接着外星人竟然走出掩体 把爪子放在了他头上 随着一些电流流动 外星人眼睛变成了蓝色 紧接着无数高级知识涌入了他的脑袋 但就在这时其余同伴赶了过来 不明所以的同伴举枪就射 随着强光闪过 开枪的人和外星人一起领和饭 而接受了知识的大山也明白了一切事情 原来外星人并没有恶意 只不过他们身上携带着病毒 而这种病毒人类无法免疫 为了不对地球造成伤害 他才将自己冰封在冰层里等待救援 然后发出了警告 奈何还是被误打误撞打开了 那为何他们几人没有被感染呢 经过讨论后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他们已经被感染 只是病毒想通过他们传播到外界 暂时留了火口 不得不服编剧的脑洞 随后几人把事情报到了高层 高层为了不让比新冠还可怕的病毒传播出来 当即决定动用核潜艇摧毁考察站 从源头上遏制住火苗 南极科考站一个冰封千年的外星人被解冻 没想到他身上竟然携带着毁灭人类的病毒 高层为了阻止病毒扩散 二话不说就朝他们发射了一枚核弹 虽然心中一万头草弥马踏步 但一些人还是秉承着大无畏的精神 决定留在基地等死 但这个毛一哥却不想死在这里 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感染病毒 于是怂恿大一哥跟他一起跑路 他知道粮食种植实验室的排水管道可以通向外界 但两人的悄悄话却被小黑听见 小黑拿起叉子就跟两人扭打在一起 扬言要举报两人 但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小黑被干掉 两人一路逃到种植实验室 但所过之处 玉米叶子竟然跟着枯萎 大一哥随手拿了一个玉米 玉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他手中腐烂 他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感染了病毒 良心尚存的他当场反了水 毛一哥却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见劝说不动 便举起枪送走了大一哥 紧接着顺着楼梯拼命往外跑 大山在后面边开枪边追 可还是让他跑了出去 就在追出基地的一瞬间 大山被一个神奇的结界挡住 眼前的毛一哥也是同样的场景 可没过几秒他就被一团光环包裹 随后就惨叫着消失了 但大山却什么事没有 随着一团意识进入他脑中 大山瞬间明白了 原来外星人是在邀请他们上飞船 而那个毛一哥他们不喜欢 所以把他杀掉了 于是大山带出剩下的同伴 一个一个消失在了地面 随后光环慢慢收进飞船 离开了地去 与此同时军方的河带也到达了基地 所有的一切都随着一声巨响 灰飞烟灭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名叫异形猎手 被名字吸引来的我 看完过后瞬间感觉被骗 满心以为会有人类大战异形的桥段 没想到竟然是外星病毒入侵科考战 外星人总共上场的时间还不到两分钟 结果刚一露脸就被毙了 算了算了 我们下期电影再见吧